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场制定的变革世界的17个目标 为人类 社会和地球绘质更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端对话节目论道 今天很高兴我们共同展望 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那么接下来邀请龙永投先生谈一谈录制我们本期话题的意义是怎样的 大家知道在全球的国际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2015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那一年的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高峰论坛上 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2030年的这样一个发展议程 那么刘部长原来在我们外交部当副部长 他2017年去到联合国 正好是担任联合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秘书长 所以推动这个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议程 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请刘部长来参加我们论道的话 应该说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从头到尾 怎么来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非常清楚这个对保论国际经济问题很有益处 给了一个很大的背景 所以还是先听听刘部长介绍一下 这个持续发展论坛 非常高兴参加论院图部长主持的论道节目 过去几年我也经常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对话 2017年7月底到2022年7月底 我在出任担任了五年的联合国副美苏长 就像龙部长刚才讲到的 实际上2015年联合国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 是在哪儿开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的 我们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出席了 中国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国代表团为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议成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议成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在世纪资交的时候 20世纪结束到21世纪开启的时候 联合国大会曾经制定过一个叫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它的这个执行期是15年 但是在这执行到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候了 大家发现这个全球的发展 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仅仅是个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但是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实际上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个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2012年联合国大会就决定 说要开始制定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议成 那么就开始组织一个很大的班杂 讨论了三年 2015年9月份 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 这个2030可持续发展议成 包括确定了17大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发展目标 共同努力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成 要在联合大会范围内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期审平峰会 接近到很多可持续的人文的发展 这样一些综合性的这种目标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进步 增进福祉推进高质量发展 给了沿途的这个国家创造了40多万就业岗位 这个4千多万人脱贫 包括经济和社会的这生活质量就会有很大改善 怎么样的可以建设一个更加高质量的一带一路 论道 共建可持续发展新未来 精彩仍将继续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成 包含17个大目标 169项子目标 230项指标 包括贫困 健康 效育 性别平等 气候变化 以及尝试和基础设施等议题 既是长期以来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共同挑战 也是具有全球需求的共性市场 是一份旨在促进人类福祉的行动清单 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提前十年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成的减贫目标 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17大目标 我按了一共169个子目标 比如说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消除贫困 脱贫的问题 第二个目标就要结束饥饿 第三个目标就是要妇女父权的问题 第四个目标是信靠教育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 第二个目标是关于水资源的保护的问题 第一个目标是关于能源的问题 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海洋气候 一共包括17项目标 应该这17项目标 涵盖了我们人类生活 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及人与自然的核心发展 比如是第四三项目标 是应对气候标的行动 所以应该是很全了 而且确定的执行期向是2030年起 所以我到任的时候 应该是2030年可思区发展议程 刚刚进入旅行期 为此联合国设立了 可思区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来审评各国执行情况 我到任的时候 这个审评过程刚刚开始 过去五年底到去年 应该说已经有绝大部分国家 联合193个成员国 有差不多170多国家 期交了审评报告 只有少部分国家没有期交 应该说各国的执行差异很大 但总体上来 就是发达国家的因为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条件就更好一些 执行情况就更好一些 发展中国家执行的应该是热情更高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三年疫情拖累了 这个全球可思区发展 这个2030可思区发展一生的 这个执行情况 比如说脱贫 全球脱贫目标到2030 只有中国到2020 这710年 全国范围实现了联合国的 确立的托贫目标 其他很多国家 这个托贫目标还没有实现 在哪几个问题上 你认为是挑战最大的问题 挑战最大的我觉得 就是说有些是硬目标 就实现它目标 有些是硬性的目标 比如消除贫困 结束饥饿 这硬目标 这个就是涉及到 每个国家 这个实现基本的 农业人口的脱贫 以及城市平民人口的减少 这就是一个基本经济发展问题 再一个就是说 你像这个能源 这更是一个目标 到去年还有近8亿人口 全球 没有电 你像我们这个在中国 我们这个年轻一代 好像运电是理所当然的 是生活的必备的一部分 在非洲国家 还有好几亿人没电了 在南亚国家 也有一些人还没电了 就全球 现在80亿人口 差不多不到8亿人 7亿多人 没有电 80亿人口当中 还有30多亿人口 是缺少可靠的 做饭的燃料 他可能随便在附近 捡个柴火 就把饭 把开水烧着了 把饭做熟了 就这么一个生存状态 所以这个人家 这个解决这个能源的 可持续保障的问题 那就不是说 这七八年能够解决的 所以在我回来前 我们联合国经济社会 是我管这个事情 我是当时很着急 我推动 我说这个从秘书长到联大 一定要抓紧吧 所以今年我们已经决定 2023年9月份 在联合大会范围内 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中期审平峰会 在您看来 可持续发展目标 会未来如果实现的话 给我们描绘了一个 怎样的美好生活图景 其实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中和性的 应该说和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 有一定的气候性 你觉得是不是 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 一些经济增长目标 脱贫的数量等等 但涉及到很多可持续的 特别是涉及到保护环境 人文的发展 这样一些综合性的目标 所以如果能够实现 这样一个2030年的目标 实际上整个世界的发展质量 会来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它非常符合 我们中国现在提出的 高质量发展 因为过去联合国 主要是强调发展 增长目标的问题 强调脱贫的问题 当然这个还是很重要 但是怎么样使发展 兼顾到保护环境 兼顾到气候变暖的过程 兼顾到教育公平 兼顾到医疗 兼顾到金融普惠 这样一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2030年发展议程 更加全面的 所以的话应该讲 如果是这些目标 都能够达到的话 我觉得整个人类 发展成国家和发达国家 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如果真正实现的话 我觉得对全球的 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我觉得它的 可思发展目标实现以后 它的最大的效果 就是第一 全球来说 那么实际一些 全球性目标的 比如说保护气候 保护海洋 一些实际上跨境的 全球性的目标 那么这个会有 很大的改善 那么就是我们 整个人类来说 我们的生存环境 就会更好了 那么包括其他社会 经济和社会的 生活质量 就会有很大改善 第二个就是说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重要的是 它的发表会上一个台阶 上一个台阶 最重要的期限就是说 它现在脱贫 这个消除贫困 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 印子标 也是人类史上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 助力 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为这个联合国 2030年的这个发展目标 做了很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参与的起初 就实际上自然而然的 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这都是这个 以人民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 人民共同体的 这样一个理念 相一致的 互联互同 促进全球经济合作 把国家为国家联系起来 人一人之间联系起来 是 绿色的 文明的 清洁的 互利的 贡献的 此年当中 贸易粮从一万亿美元 一下增加到两万亿美元 论道 共建可持续发展 新未来 精彩仍将继续 今年 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 截至今年2月中旬 中国已与151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 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十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从理念到行动 从愿景到现实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生藏刺的区域合作 致力于维护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倡议 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一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及其共商共建 共享的核心理念 被写入联合国 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 逐步成为全球智力的重要共识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国台打造中国新明酒 冠名播出 让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 今年也恰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发布十周年的时间 二位觉得一带一路 是否有助于实现 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呢 应该说在联合国制定 和秩序发展的目标之前两年 也就是2013年 我们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样的理念 然后的话 9月份就提出了 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尸检平台 也就是说是一个抓手 来尸检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应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样一个理念的提出 和联合国 2013年来发展目标 有很多都是相似之处的 以人民为中心 那就消除贫困也好 消除饥饿也好 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也好 满足人民对于这个环境 对于这个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好 这些都是这个 以人民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样一个理念相一致的 就是我们在一带一路 起的那些成绩 实际上是在为 实际上联合国2030年 这个发展议程做贡献 这一条我就觉得 他并不矛盾 他是在为他做贡献 而且贡献很大 在这方面我觉得 这个刘部长 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 你觉得一带一路 对于之前 可思绪发展议程 有哪些方面可以说 做出了重大贡献呢 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 这个一带一路参与词后 当时2030年 可是发展议程还没有出台 就是我们一带一路参与 着眼于是加强中国自己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这个双边的以及区域的合作 13年我正在部里工作 所以这个过程我也参与了 21世纪海上之处的是 印尼国会其他参与 斯坦斯坦的经济一带 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提出的 所以着眼于是周边国家 亚洲国家 但没想到一提出来以后 他很多国家看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平台 所以他就从13年开始 陆陆续续 进入一个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这个一带一路的过程 现在到一百几十个国家了 2015年通过2013年 可说发展议程之后 我觉得我们2017年 开了 在中国政府主办了 一带一路 首届高峰论堂 在北京开的 古特雷斯坦来出席 他参加完了以后 他从内部会议到 对外公开表态 他后来发现 这个一带一路 不仅仅成为各国经济合作平台 将成为 推动 落实2013年可追发展议程 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 但这个重要平台 它不是唯一的 所以说从古特雷斯坦 从联合国来的 它是鼓励有这样更多的平台出现 刚才我讲到2013年可追发展议程的落实 是需要国际合作的 特别是对加拿大一批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 没有国际合作 它这些可追发展目标实现不了 一带一路参与的起初就实际上自然而然的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一带一路 我觉得它得到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的支持和接受 参与他们落实2013年可追发展议程 跟这个需求也有一定的关系 事实上这些年确确实实我觉得 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地区合作 是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的 你比如说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成立的时候 为什么是亚洲投资银行呢 可是当要成立开张的时候 一下很多欧洲国家 从英国开始 他们都参与进来了 亚投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 基础式投资的一个银行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 到2019年开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 古特勒又来了 他回去以后很感慨 他说没想到这个一带一路的参与的落实这么好 他说这是峰会上 习主席把很多政策讲明白了 这个一带一路以后的建设和发展是 绿色的 文明的 清洁的 互利的 贯健的 九年的第二代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把很多政策性的东西更加明确了 所以说1919年 这个一带一路的落实就情况更好了 现在一带一路 不仅仅延伸在亚洲 落地开花 而且走到了非洲 走到了欧洲 飘洋过 还得到辣没辣 是啊 这些年来 这个一带一路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实际利益 从贸易量来讲 在从2013到2023年 这十年当中 贸易量从一万亿美元一下增加到两万亿美元 翻了一倍 而且给了沿途的这个国家 这个创造了四十多万个就业岗位 这个十千多万人脱贫 应该说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一些数字 而且这个一带一路大家都知道 它的核心就是互联互通 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贸易投资之间的互联互通 人文交流当中的互联互通 所以是一个很广泛的 把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从各个方面的话 把它连接起来 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我始终讲 连接是整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核心 就怎么样把国家为国家联系起来 人一人之间联系起来 企业一企业之间联系起来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所以一带一路 它互联互通 而且不仅仅是在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 而是在一种非常广泛的 多维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 这就是我们一带一路 为联合国2030年的发展目标 做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2030年的发展目标 不仅仅涉及到脱贫 经济增长 还涉及到交通 能源 绿色发展 很多的领域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中国又再次提出来 要搞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 我觉得这很重要 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 我理解就是像我们国内的高质量发展一样 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项目搞成了以后 是不是给沿途的国家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刚才我们讲创造了多少交流的岗位 给当地政府增加了多少税收 减少了多少贫困人口 我觉得这些都是衡量的一带一路 是不是高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还有一带标志就是说 一带一路搞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是一带一路国家 我全发达国家的发展的差距缩小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来衡量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讨论 怎么样建设一个更加高质量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做了 只不过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样做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 也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 中国提出的共享精神 很多国家 特别是对一些 有些合作项目 已经王冠的国家 已经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的发展 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便利 比如说埃塞尔比亚 但是雅基铁路什么意思 就亚德斯亚背霸 通往吉布吉港口 这个铁路 是我们这一带一路合作下建的 因为埃塞尔比亚跟厄里提亚分支以后 它就内陆过了 我去过那些地方 我埃塞尔比亚是修吞一条路 或者公路或者铁路连接到海港 这是埃塞尔比亚梦寐以求的梦想 那我们去当年去吉布西房 我坐着联合国的飞机 从埃塞尔比亚过来 你看那是上个大坡 有几十公里的大坡 还有那个大卡车拉的货 都在那像老牛慢慢爬行似的 当时我们联合国几个同事还在议论 说埃塞尔比亚这么大的国家 以后这进出国怎么做 所以亚籍铁路就连接吉布奇港 和亚里塞尔贝巴的铁路修成以后 一下就给埃塞尔比亚骑过 那个很遍及重要的一个出海口 出海通道 也有一个亲身体会 就是到这个马尔代夫的时候 这个现在大家知道 一带路以后 马尔代夫第一次有了一个跨海大桥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到马尔代夫的时候 他这个机场的贵宾室 就在一棵大树下面 因为他没有很多可以建房子的地方 然后的话我们就坐船到他的首都去 现在我们修了个花海大桥以后 把机场和首都就联系起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贵宾室就不会建 在一个大树底下 肯定是通过大桥以后 到一个作为贵宾室的 这样一个很好的建筑里面去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 带来了很多的新的东西 我14年1月份去防望 还做了一些工作 推动这个大桥建设 马尔代夫很重视 建成以后 把他的首都叫马内 这是一个岛 另外一个机场 单独一个岛 另外一个岛叫胡罗马内 三个岛连起来 一下就把这个国家跟外部连起来了 把他的港口 把他的机场 而且还有个居住期 这个桥成为当地 可能是这个国家独立以来 甚至有这个民族在生存以来 就发现最大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一带一路确实 你看我们周边的 中老铁路 中老团队当时设计的建设的时候 因为它是我们泛亚铁路的中线 原来设计上最中线连到新加坡的 就是从中国连到老挝 老挝到泰国 泰国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到新加坡 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 还是有不同看法 现在这个泛亚铁路 开始在规划没有 就那条线很快就开建了 就为什么 当时连接到泰国 泰国人都开始 因为日本人美国人都在干预 他们介入他们 他没看到笑意 等我们中老铁路一通车 发现大批的热带水果 泰国人马来西亚人 用公路把水果顺到老挝 往下车站 沿着火车去运到中国 大批游客过来了 中国游客也过去了 后来泰国政府就很快就 欣然就接受 要把这个铁路连到泰国来 泰国一间马来西亚去了 所以新加坡很高兴 那么这个铁路将来 要打通了以后 那就是从昆明到新加坡 可以制达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 很多 但是它是要靠 工程完了以后 项目完了以后的事实来 也就不断地说服教育 当地国家当地人民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要有耐心 就是一带一路建设 这也启下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种 一种循环 就是说 我们的发展 不是自私的 不是给你为自己的 我们是要为人类发展 做贯献的 转型升级 数字化 赋能传统制造业 数字化这些年 在一带一个国家 特别是在东南亿国家 发生得很快 未来数字化 会成为引力人类发展 最核心的就是 要使当地的一些制造业 能够转型升级 跨境电商 加快 一带一路 贸易发展 因为跨境电商 它可以100块 200块的小单 也可以做 贸易已经从每个国家的 一个经济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 都坚入到国际贸易的 这样一个轨道来 论道 共建可持续发展 新未来 精彩仍将继续 进入数字化时代 数字经济 引领世界经济 高质量发展 已成为大趋势 数字科技 在生产力 社会发展 全球减评 全球治理等方面 持续高效赋能 数字化转型发展 是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力量 所带来的红利 也让沿线国家和人民 得到更多实惠 数字化是一个 很热门的话题 二位觉得 数字化在于 接下来一带一路当中 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关于数字化的问题 首先是我们解决了 很多国家的通行 技术设施的问题 数字化这些年 在一带一路国家 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 发展得很快 主要是搞数字贸易 花经铁商发展得特别快 因为花经铁商的门槛很低 一个农村的老太太 还是一个小伙子 她只要有基本的通行设施 她经过几个小时 几天的学习 她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花经铁商的 这个进程当中 这几年我们和这些 国家的贸易当中 基础电子 花经铁商发展得特别快 为什么呢 因为花经铁商 它可以100块 200块的小单也可以做 过去国际贸易的 都是有大的 国际贸易公司来做 动车就是100万 200万 300万美元的 这个一单的货物 现在你两三百美元的 一单的货物 也可以做 这样就很多的 普通老百姓 都兼入到国际贸易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轨道来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些国家的话 他们那些农产品也好 他们一些 当地的这个优势产品也好 过去都运不出来 那么有了 花经铁商以后呢 现在都可以运起来了 所以是变成了整个 这个中国或者 东南亚国家 和很多一带亚的国家 发展贸易的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刚才我讲到 贸易能够从 1万亿美元 一下子到2万亿美元 这个花经电商 公布口帽 而且的话 也实现了网上的支付 过去支付一个款 一笔款的话 要通过银行系统 各种各样的 非常复杂的 现在花经支付 也发展起来了 所以这样对的 这个数字化的话 确实是对这个 一带一路的这些 连先国家 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利益 当然的话 花经电商是一个例子 这个数字化最核心的 就是要使这个 当地的一些制造业 能够转型升起 就是富能 这个它的数字化的功能 像运力啊 马来西亚 这个运力的话 已经有相当的制造业的 所以一旦 数字化以后的话 可以大大提升 它们的这个效率 这样子的话 使它们的这个 生产质量啊 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所以数字化 对于这个 一带一路 原先国家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来 我工作的几年 我经历一个就是说 我们国际机构啊 国际组织面临着 如何进一步 促进 这个 更多的国家 享受 这个数字化 数字技术的 这个效益的问题 但这中间 也实际上 很根本 我刚才讲到 就是说 实际上 在有一部分国家来说 要推动它们的这个 这个数字化 跟电企化 要同时 就没有电 三用不了 而是数字化的基础 是靠电 靠电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非常重要 未来 数字化会成为 引力人类 发展 也会对 促进 这个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产生很好的效应 我们国家的发展 得益于 多种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的数字化 的快速发展 数字化其实也让很多地方 实现了一定的 弯道超车 刘正明老师 您怎么觉得 贵州接下来 在于这方面 有哪些机遇呢 贵州的 我觉得 首先它的基础设施建设 应该是达到了 在全国都是 排到前级位了 就是高速公路 一些高铁的 这个建设 当然得益 它的区位优势 我去过多次去贵阳 我说贵州人 不用着急 他们周围的省 他们要连起来 肯定得经过你贵州 第二就是 我觉得我也很惊讶 就是贵州的数字化建设 大数据的建设 应该在全国 已经占到个前列 我觉得这也是贵州的一个 最正确的一个决策 贵州的大数据 应该说确实已经 有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现在所谓的东树西栓 贵州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基地了 我在联合国这几年 管理地方面的工作 一个人的工作 包括统计以及大数据 还有就是互联网的管理 后来我就给他们举这个例子 在去联合国之前 跑过多次跑贵阳 我说我们 我说这个事情 数字化就是 不一定都是发达的 大城市的问题 只要你政府重视 有一批肯干的人 去干这个行业 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 也是可以做起来的 贵州我觉得这方面 是给很多地方 甚至为世界上 很多国家的发展 树立很好的扳扬 当然贵州的大数据的发展 它为全国的 我们国家整个大数据发展 寄贯了很重要的平台 团结合作 应对不确定性 不确定的这个形式的话 在当前来讲的话 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说 实现可治愈发展目标 非常重要 提出来要团结合作 要供应 要发展 开放包容 推动经济全球化 健康发展 要充分发挥 联合国为代表的 多边机构的作用 中国是现在 全球产业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使得我们全球化 能够操作一种 健康的道路前进 论道 工件可持续发展 新未来 精彩仍将继续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中国的确定性 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可持续发展目标 呼吁所有国家行动起来 中国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解决当今事件面临的风险挑战 增强沿线各国应对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 搭建了广泛参与的 国际合作平台 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为提振全球经济 复苏信心 促进全球治理体系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确定的世界 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 想请问一下龙先生 您如何看待这个主题 关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确实反映了 当前的整个国际经济形势 非常严峻 不确定的形势 在当前来讲 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也有三连疫情 造成了人一人之间 国家与国之间的缺乏沟通 有很多的误解 有很多信息不对称 所以的话 形成了很多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因为你信息不畅通 那么这种不信任 就产生了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 调整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还有立言政治 也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当前国际情势 还是比较严峻的 这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要团结合作 要供应要发展 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 这些不确定性问题 我们国家已经是 全球化的一个 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员 所以中国采取什么对策 跟中国怎么发展 一定程度来对全球化 也是有影响的 因为世界很多国家都认为 中国是现在全球产业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从入市之前 这是龙部长 当年奋斗了十年 领导复光到入市谈判 十年吧 九十年到初五年开始 宁街的古远江部长 十年我们入市 入市以后 没想到我们十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1年入市 2010年我们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概念呢 五万亿美元的GDP 去年已经差不多十八万亿美元 这么个大的经济体量发展下来 当然你这个体量不是凭空产生 而是中国人实际上的干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靠我们的巨大的制造业 以及我们稳固的农业 这怎么发展出来 那肯定它对全球产业的影响 现在我觉得 所谓的全球化 移转也好 受挫也好 不是全球化本身 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不可扣服 我觉得我们对全球化 还是要充分的信心 俄罗斯2011年都加入世贸以后 全球统一大市场已经形成了 160多个成员吧 因为有些小国家没加入 164个成员 占到全球贸易的98% 贸易已经从每个国家的经济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这个不会变 技术对全球化的带动 也不会变 回来越来越强 只所以全球发展这么快 也是赶上了就是 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的 这个快速发展 这个数字技术发展 刚才我们谈数据 数据技术发展是带动了 这个全球化的发展 劳动力成本 消费成本 这个是随着你经济发展水平 我觉得劳动力成本 肯定是发展好的国家 成本就起高了 但那样方面好在什么呢 你的消费能力起高了 龙先生 可不可以对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 做一个总结 刚才刘长一讲了 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给全球 包括对中国 应该说 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但是 目前全球化 确实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过去我们在 谈判当中 经常讲要遵守 市场经济的规则 平等对待 所有的国家或企业 实行中国待遇 国民待遇等等 所以现在全球化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国际以规则为体系 以多边贸易组织 像WTO这些国家 这些组织 作为一个支撑力量的一个经济全球化 开始在那一边 所以现在的话 确实要全球 要努力合作起来 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国际通行规则的权位 在今后的话 要充分发挥 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构的作用 进一步来推动全球化的话 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努力 当然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那么现在全球化处在一种十字路口 向我们习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在搞一带一路 刚才都探了很多 实际上是我们全球化 能够操作一种健康的道路前进 所以我对人全球化也不是很悲观的 我们中国和其他繁重国家 共同努力的话 是可以建立一种 真正有利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球化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观点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